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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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当年六月认识 十二月就结婚 休衣从来不管家里的开销 想买高于自己年薪的帆船也就买了 因理念无法达成 既然退出高长寿司的改建计划 改从教职到大学任教 借林退休后改任私校教职 两年后又离职改为自由业者 并与英子一同从事家里的农事 并将农田规划为自己的风格 而这些事从来没有与英子商量过 我这个男人 向来只照顾自己 不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一直让英子操心 我曾跟英子说 让你给我买了好几次 比年收入还贵的帆船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英子却回答 一点也不 同样的事情做了十年 也把快乐的回忆传给女儿了 其实也还不错 我听到时 真的松了一口气 我行我素的修一先生 有着她温暖的一面 每当英子满鱼烹煮后 修一总是会写一张卡片 附上插图感谢对方 而鱼饭也与他们 有着四十年以上的情谊 因为英子 总是跟信任的商家购买 每天寄出温暖的明信片 也是修一的工作之一 修一更会在每个座物上 写上温暖的标示 细心的修一 也会在庭院里 为鸟儿留下水盆 一公喝水 我不认为 自己能够为理念 而抛弃幸福的生活 因为这样 我的生活方式 应该会和科比义不一样 我可以不必伟大 我要的是 夫妻和家人 一起过着安定的生活 没有显和的头衔 没有庞大的财产 人也可以获得幸福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书的名称是 基存时间的生活 那这本书是我在 寻找有关与夫妻相处 议题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本书 那他有出书 也有出纪录片 两者都非常值得我们收看 那在观看的过程之中 步调是非常的缓慢的 但是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 却能够体会到 他们生活中的幸福 看书的时候 我总有一个疑问 我们会感觉到 好像是因子 他单方面的在付出 但是在看纪录片的时候 有一段描述 就能够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 因子愿意这样做 我迟到婚后 才能自由发言 每次我询问修医 可否做某些事 他都大力赞许我 支持我去做 我才渐渐变得自主 勇于发言 看完了这一段话 我们会知道 原来修医是让因子 能够活出他真正自己的因子 能够让他活得 有他自己的想法 活得有他自己的生命 我想这是在夫妻消除过程之中 非常重要的 能够彼此了解对方 能够愿意为对方付出 我想这就是能够让他夫妻 生活幸福的秘诀吧 那在这本书里面 还有记录了一些 有关于他们生命的态度 那我也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抱怨批评 在我们家是禁忌 所以我是以思考 眼前的未来和会的事情 活到现在 不可失忆的是 人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美好 总归一句话 女人对生活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思考 我的生活需要什么 媒体在战争时代非常风行 现在感觉大家还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不自己培养判断事物的感性是不行的 比如 每个人都有车子 所以我也要用 这种想法是很奇怪的 如果不适合自己 就不要盲从 我们家就是抱着这种想法 生活到现在 在我认为 真正的富裕 是活动自己的手脚生活 2015年6月2号 修医先生在午修后 常眠不起 此后因此 开始学习着修医的工作 依然的职责为尽 并将农事分送给朋友 也许不见得非是自己的孙子和后代不可 谁都可以 假如每个人都能够像这样 做菜给年轻人吃 味道就会渗进他们的身体 等到花子40岁的时候 就会开始想念我的食物了 我认为 最高的女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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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